大家好,我是Novelle 今集是我德國之旅的最後一站,凡倫克福 今次凡倫克福的住宿是Gamayra Frankfurt Gamayra聽起來可能有點陌生 但說到杜拜帆船酒店,你就會知道我會說什麼 Gamayra單單在杜拜已經有12間酒店 不過今次來住是有點失望的 尤其是對他們的服務 我住在這裡三晚已經有四次不太好的經歷 所以我只會給酒店服務兩顆半星 雜誌,Business Traveler 有個Benz雜誌 有些藝術雜誌 挺有文藝氣色的 接著有些家具的雜誌 好像凡倫克福也有很多這些家品賣 我遲些都會去看的 有張工作桌子 接著就要去看了 就要去看了 就要去看了 那這個KING SIZE BAT超級大 走來看看 先走來看看 好,大家換個廣角鏡拍 現在有些不知道在拍什麼 旁邊就是廁所 你看到是開放式 應該是 這裡有木門可以拉回 洗手間和浴室分開 剛剛也打開過 她弄到整個梳拿房 剛剛也在 警妻是不是梳拿房 但她不是 我給你 洗澡也很累 要坐在這裡 你先把剛才的影片播放 看完事 這個螢幕是 哇 電視在裡面 OK 酒店附近有很多大型商場和餐廳 走幾步已經到地鐵站了 所以位置非常漂亮 但酒店門口位是有點緊 公感上不像一間五星酒店 去到大堂的設計 用了大型水晶燈 再加上白色雲苔石 再配上content 顏色一點的畫 看上去其實不太適合 這個高塔地下那層就是一間餐廳 食物質素也不錯 而且服務也非常好 這間餐廳也是在酒店附近 走三分鐘就到 對面也有一間超市 所以吃飽飯 走超市 回去酒店 好 那回來床頭就放了一些 朱古力 還有那個糖 然後我就發現 我的香腸被打碎了 已經是 碎到飽 然後整個汁沒有了 然後它有蓋子和我這樣打一棟 然後不知道它是不是心虛呢 所以要鋪地毯 怕我會踩 這個一定要 但是我在這些位置 還找到玻璃碎 差點踩下去 很危險 在法蘭克福周圍的街道 都可以找到電動滑板車 是可以讓你租車的 首先就是打到APP 再scan車上的barcode 這樣就可以踩得了 你想停的話 在APP上按停 它就會顯示 你用了多少錢 我記得我踩了半小時 大概用了8歐羅 希望香港日後 都可以推動電動滑板車 這一類的代步交通工具 我這樣說 是因為近期 在香港 是加強了打擊電動滑板車的 因為之前發生過一些意外 以及涉及沒有牌照的問題 所以香港在這方面的發展 幾乎沒有什麼進度 我覺得可以參考一下西班牙 他們現在是大力推行大型步行空間 在這個空間裡面 他們有很多綠化的地方 鼓勵市民踩單車 玩滑板車 也有很多商鋪和餐廳 在裡面 這樣做除了可以減牌之外 還可以推動到旅遊業 同時也有空間去推廣什麼 藝術文化音樂 這類型的東西 所以政府應該做相應的配道和規管 而不是看見問題 就一尾只會去禁止 法蘭克福市內主要逛街吃很西 但是近郊也有很多美景 例如海德堡 羅藤堡 烏茲堡 紐倫堡 而今次我就近近去了海德堡 我去那天是環風環雨 大風到頭都差點吹 所以我沒有拍片 終於有些時間拿來拍照 香港人讀大學有五件事 上莊、住科、酒堂、拍拖、做兼職 而海德堡大學的大學生 都有一件事必做 就是體驗監獄生活 就這樣聽起來是不是很奇怪呢 但原來在1914年前 學生犯校規 晚上出去喝酒鬧事等 比較輕微的行為問題 是要被處分去坐大學中的學生監獄 可能一坐就要三日至一個月的時間 這班學生是可以照上上學的 但放學後就要馬上回來蹲監 你們現在看到的這些圖案 就是學生在很無聊的時候 沒有東西做的時候 在牆上畫畫和寫詩 上面也看到一些勳章的圖案 是因為當時大學有很多兄弟會 幾乎每一個學生都會入一個兄弟會 他們會有不同的制服、舞、勳章 所以你看到的這些就是 兄弟會的勳章圖案 那為什麼剛剛我說坐牢 是大學必做的一件事呢 原來在那個年代 海德堡的學生會覺得 沒有入過這個監獄是非常愚的一件事 他們會很自豪自己曾經入過監獄 我是說學生監獄 不是外面的監獄 那些學生會在監獄裡面 畫畫、寫詩、打牌 裡面又會有些兄弟會的糾爭 所以他們會覺得這個體驗是非常深刻、非常難忘 好像去一個懲罰版的O-CAM 所以他們覺得很光榮 這集就到這裏 Stay tuned and Duncan Shun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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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